总局要拼政策 这回呢 马总统跟蔡英文在能源政策上 都是主张走入非核家园的 但面对核四态度大不同 马总统希望续建核四 让台湾用电量充裕 但蔡英文希望立刻停建核四 不要因为意外而给台湾这块土地 带来永续的上海 立法院外的环保团体 就算被驱离架开 依旧要对新建核四抗议到底 但马总统挑明了核四电厂不重建 如果能够在这个时间之前 稳定伤展 核一将配合提前停止运攒 大选到暑期10天 马总统召开记者会 要把核能政策说分明 但对手蔡英文立刻炮火回击 在未来的一两年间 核四正式运转 我们将会获失改变的机会 而付出更高的代价 我们将强化现有核能机主 抗地震防山洪耐海啸机制的能力 领先全球建立一个机主 断然处置的措施 有鉴于日本福岛核灾 总统强调核四将踩最高安全系数 双英卫能源火力开杠 要非核还是废核 各有坚持 马总统希望核四 2016年前启动运转 核一核二核三不研议 让电力充足 全国不限电 而蔡英文主打停建核四 核一核二核三提早除疫 提高再生能源比例 让台湾在2025年走入非核家园 也能减碳 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天然的条件 我们的阳光 我们的风 我们的空气 维持合理的电价 第三呢 达成国际减碳承诺 马总统也想打造非核家园 但考量台湾用电量庞大 核四得继续兴建 我们宁可牺牲核电 绝不造成核灾 确保核四安全采放燃料棒的 这些提案都被国民党封杀 那么也充分地显示出来 国民党并没有追求非核家园的决心 马总统和蔡英文都提倡 终极非核的概念 但目标 手段 法治却完全不同 谁对谁错 双英拼核能 不只是民生问题 也是左右选票的政治议题